农民的美誉 大家好,我是姜好客 上一集说到,徐悲鸿在1919年去了巴黎 当时艺术已经经历了梵高和毕加索的革命 但是他都没有选择,直接回到了学院派 其实事实上不是那么简单 我说不这么简单有两点 大家扪心自问 如果你们今天自己买一张作品 你们会不会喜欢一张很好看的写实油画 会不会心里觉得那样挺好 完全有可能的 也就是说不要说徐悲鸿那个时候了 现在已经是2020年 距离1919年已经过去了101年 未必大家就清清楚楚地意识到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这个问题它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它置根于一个民族发展的程度 民族发展的程度表面上是经济 但是我们举个例子 日本天皇曾经有一个展览 叫欧洲与日本 是在德国展的 当时的日本人学习了德国的制度 建立了日本的制度 他看到这个展览以后 他说在日本大家都知道一点 就是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的衡量标准 是它的尖端产业和商业 但是它还有第二个标准 是艺术史 就是我未来要继续的艺术视频 因为艺术是最没有用的 最没用的地方 恰恰是这个民族的体现 它的最底层发展到什么程度 是最没有用的地方 就是一个农民的举手投足 和它的饭碗和墙角之间的关系 就显示出了这个民族的发展的程度 我想象了一下 非常有道理 今天我在澳门有很多酒店 包括国内很多新建立的五星酒店 我觉得这些酒店呢 比欧洲的五星级宾馆还要讲究 只不过有些细节做的还不太对 除了这个之外 讲究的程度已经超过了欧洲 和美国有点像 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我们要超越美国和欧洲比一比 但是我们只要走出去五公里 就会看到一个农民的家里 那种贫困的程度和减狼的程度 和解放钱是一样的 到现在几乎没有改变 哪怕造了新的房子 没有用 这个问题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艺术史的问题 表面上是一个艺术史的问题 实际上是简单一个国家的文化程度 和文明水平的问题 我自己很想让农民美欲 不是别的 就是一件事情 就是整洁 整洁有两种 第一种是家里的每一个墙角 特别是厕所 就要变得非常的干净 只要能做到这一点 人就要克服自己的无所谓的状态 就可能把自己变成一个对象来看 就是我们说的美丽的最根本的东西 就是把自己作为对象 来进行反省和审视的时候 第二 就是要知道一个美丽的东西 并不是因为有复杂的 各种东西放在一起 而是任何两样东西 放在一起都可能是漂亮的 关键是在于你放对 如果你放不对的情况下 很简单 你只要不产生第二种颜色 就像穿衣服一样很简单 身上不能出现第二种颜色 你不出现第二种颜色 你整体有了一个 这个整体包括你的面色和头发的状态 再加上任何的颜色放进去 它这个时候就产生美感 但是颜色越多就会变得复杂 就需要更强的驾驭能力 如果我们每一位农民都会这样 就不会出现家里乱糟糟的景象 它这个是美感的东西 就是要整洁 上面说的是一些底层次的东西 除了讨论这个呢 艺术呢 对于从业者和每个国民 其实我们今天已经到了这个时候 就是我们已经需要 在艺术的最前沿能不能引领世界 这个两头都要撑出去 在底层上我们要不停地做普及的工作 功名美誉 高层次要往前追 追到最高的境界 在艺术上有一个境界是必须要完全来做的 就是它的所有的创作之所以有价值 是因为它史无前列 必须是原创的 什么叫原创性 这是中国最缺失的 所有的事情都缺乏原创性 是因为我们缺乏原创性的教育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允许 我们的儿童和普通人 具有原创性的这样一个鼓励的态度 我们到了现在还在说统一思想 其实统一思想是最大的专制 制度的专制 它比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还要专制 因为人的思想是人性的本能 改天我会专门地讲一期关于统一思想 我是江浩克 关注我 关注更多的艺术视频